我们生活在时期中 人类从来没过 十亿人同时宅在家中 我们依然看到太阳 我们依旧看到星星 只是比从前我们对生活更热爱 我们对生命更珍惜 告诉我吧 你在烧什么菜 你在跳什么舞 你在唱什么歌 还是你与亲友亲心 还是你在感悟人生 展现你的手艺 展现你的才华 展现你的爱心 让你的美好传给世界上上心之人 传给500年后的新人类 让全世界一同宅家乐 大家电视台 大家一同宅家乐 征集对生活的热爱 请到油管寻找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大家一起宅家乐 期待你的作品 详情请质询屏幕上的邮箱自制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中国说重庆西藏等11个省市区 全部已经脱贫了 来自中国的官方媒体 中新社的报道就表示说 吉林省人民政府在4月11号的时候 发布公告表示说 吉林省的9个贫困县 已经全部实现了脱贫摘 至此中国的重庆西藏内蒙古河北等11个省市区的贫困县 全部实现了脱贫摘 吉林省人民政府的公告表示说 经吉林省人民政府的批准 静宇县大宇市以及通渝县 还有安图县以及望清县 五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工作县 以及双辽市柳河县 长岭县 白城市的摇北区 四个省定的贫困县 符合贫困县的退出条件 同意脱贫摘 另外该报道表示说 根据中央以及吉林省相关政策规定的贫困县退出程序 静宇大安通于安图望清 先后通过了县级申请市级出审 省级实地核查和第三方的评估 评估结果显示 五个县市综合贫困发生率均低于0.34% 远低于国家2%的标准 贫困人口漏贫率 脱贫人口错退率均远低于国家的标准 民众认可度均在97%以上超过了国家90%的要求 五个贫困县市全部达到了退出的标准 今年3月5号的时候 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宣布 内蒙古自治区的厄伦春旗等20个贫困旗线 正式退出了贫困县的序列 至此内蒙古所有的贫困旗线全部脱贫摘茂 截至4月11号2019年申请山茂的贫困县 中西部22个省区市中 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河南、湖南、海南、重庆、西藏、陕西、吉林等11个省区市的贫困县 实现了全部脱贫摘茂 另外报道表示说 中国国务院扶贫办表示 2019年申请脱贫的贫困县当中 还有6个省区的97个贫困县没有摘茂 目前正在履行评估检测 以及省级批准退出程序 两万游客扎堆之后登黄山需要预约 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信息表示说 中国著名的风景区黄山景区 在游客扎堆事件之后实行了预约机制 来自中国媒体新京报的报道就表示说 中国黄山的微信公众号4月10号的时候发布信息 为了进一步优化旅游的秩序 即日起参加江淮大地串门游的旅客 可以在黄山旅游官方平台上进行预约 为了提振特殊情况之后的中国旅游市场 促进旅游复苏回暖 黄山市定于4月1号到14号 针对安徽省的市民开展了为期两个星期的江淮大地串门游的活动 安徽省的市民品本人有效的证件 可以享受黄山市指定的A级旅游景区门票免费的优惠政策 在上述的活动开展的第五天 也就是4月5号的时候 黄山风景区被游客挤爆的话题登上了中国的热搜榜的榜单 对于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当天连发了多条公告 宣布黄山风景区已经达到了游客流量限制2万人 停止游客入园 警戒智库创始人周明奇认为 对于黄山这一成熟型的山岳景区而言 其拥有对当下小长假游客量估计的一个评估能力 且本身门票的预约不存在技术上的难点 但是依然出现了在这一次特殊情况当中的游客爆满的事件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景区的管理 此外周明奇还对黄山风景区的限流人数的统计提出了质疑 据了解黄山旅游3月17号发布的公告表示说 将之前1万人的限流人数上调至了2万 周明奇认为在这样一个特殊情况之下 景区实行限流很大程度上 是为了保证游客拥有足够的安全的距离 限流人数的统计不应该根据景区峰值人数来进行计算 而应该基于日常游客量进行统计估计 随着中国各地景区陆续的开源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如何有效的管理以及运营 已经成为了许多景区的研究重点 部分中国学者认为将景区的承载量控制在日承载量的30% 是景区在这个特殊时期相关工作的一个合理的手段 且全面的落实门票预约制度将会一定程度上 防止出现游客爆满的现象 来自中国的携程数据就显示 截至到4月6号的时候 中国国内恢复开源 并且可以在携程预约的景区数量已经超过了3400家 四川大熊猫幼崽窒息 工作人员表示说两三个人要看40多只 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信息就表示说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10号的时候发表通告表示说 该中心神树平基地的八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 鹿鹿仔9号的时候因为吊球绳缠绕颈部窒息死亡 报告表示说鹿鹿仔在神树平基地的幼儿园室外运动场所 独自的爬上了有吊球玩具的一个木架上进行玩耍 随后幼崽江系吊球的绳子缠绕在了自己的身上 开始出现了挣扎的行为 数分钟之后停止了挣扎 不幸死亡 由于事发在深夜 且鹿鹿仔缠绕身体与木架休息体位不易分辨 一般的巡逻人员没有发现异常 当日的清晨 饲养员在参观通道先对运动场内的幼崽进行了远距离的查看 看到多数的熊猫宝宝在休息 由于死亡的幼崽背对参观区 没有办法看清楚面部 远看像挂在了木架上在进行休息 因此没有发现异常 饲养员进入运动场之后 才发现鹿鹿仔颈部和前肢缠绕戏掉球的玩具的绳子 兽医验查确定幼崽已经死亡一段时间 随后采集样本送检 中国大熊猫保护中心表示说 这一次事件反映出了该中心在大熊猫安全管理方面存在一些疏漏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将进一步的加强对幼龄大熊猫投放环境 附集物品的一些安全性的检查以及评估 彻底的排查园区安全的隐患 同时加强夜班的值班巡逻 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来自中国媒体封面新闻的报道就表示说 在4月11号 一只幼年大熊猫的死亡 引发了网络热议以及各界的关注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树平基地的大熊猫鹿鹿仔 9号的凌晨 因为丰蓉吊球绳缠绕颈部 与凌晨2点左右窒息死亡 早上9点的时候被饲养员发现 事发的时候 该园区正在进行24小时的全球直播 11号下午的时候 该媒体实地探访了事发地 该大熊猫基地仍然在正常的营业当中 事发园区疑似引发了大熊猫幼崽死亡的 丰蓉装置已经被撤下 关于鹿鹿仔死亡的原因 该工作人员确认了官方发布的内容说 他自己被绳子缠住了 半夜发生的 两三个人值班40多只大熊猫 他根本看不过来 因为园区有450亩 中国首艘075型两栖舰着火了 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信息表示说 军事论坛鼎盛军事网友今天附上照片显示 中国解放军的075型的两栖攻击舰在上海的互动中华造船厂发生了火灾 来自香港媒体的报道说 照片显示 075型两栖攻击舰过火之后的尾部已经被熏黑 另外视频显示 075的尾部出现了明显的大火 烟柱也随风飘得很远 着火的是建造当中的解放军首艘075型两栖攻击舰 这艘着火的075舰于2019年9月25号正式下水 至今仍然在装备当中 这一次的大火恐怕会延迟该舰的交付时间 来自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此前就报道说 075型的两栖攻击舰是中国自主研制的 具有较强的两栖作战以及执行多样化的任务的能力 该舰去年9月25号的时候下水后 将按照计划开展设备的调试细薄航行试验等一些工作 另外来自新浪军事曾经也引述了自媒体的报道显示 外界认为解放军的第一艘两栖攻击舰 还是周期大约在一到两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最迟2021年 第一艘中国国产的两栖攻击舰就会列装部队 第二艘应该会在2022年左右服役 外界普遍认为2025年之前 中国海军至少会有两艘两栖攻击舰 外界对它的尺寸估计为长度为230米 宽33米 满载排水量36000至4万吨 对于中国国产的两栖攻击舰的舰载直升机的数量 外界推测应该在24到36架之间 武器则包括红旗10进程舰空导弹 1130进程反导舰炮 多功能火箭发射器等等 舰载电子系统和武器系统由舰载综合作战系统统一指挥控制 形成整体防御体系 增强对来袭导弹拦截能力 另外还配备由编队指挥控制系统 可以为远洋机动作战 两栖作战和非传统的作战任务提供指挥的控制 中国科学家发现最快的恒星 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信息表示说 据中国央视11号报道表示说 中国的媒体记者从中国的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获得了上述的消息 报道表示说 研究团队基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锅手镜望远镜数据 发现了一颗起金银河系自转速度最快的恒星 这一成果日前在国际学术期刊 天文物理学快报当中发表 这颗恒星的自转速度约为540千米每秒 比目前银河系当中自转速度第二块的恒星 约快了100千米每秒 研究团队通过分析这颗银河系里面 自转速度最快的恒星光谱发现 这是一颗非常热的大质量恒星 由于自转的速度超快 使得星体变别 这导致了它的赤道温度低 引力小 发出的光量也比较的暗 而两极温度高 引力大 发出的光量就比较明亮 进一步研究发现 这颗恒星位于银河系的外旋壁上 距太阳大约3万光年 该恒星正在以约120千米每秒的速度 离开它目前所在地 表明这颗星可能起源于双星作用 由于主星的演化后期星体膨胀 导致了这颗星开始袭击主星物质 从而自转加快 最后由于主星作为超新星爆炸 该恒星被抛出 成为银河系当中 自转速度最快的恒星 中国的12个省市已经出台了禁野令 以后乱吃 该怎么罚呢 来自中国的媒体新星报的信息就表示说 随着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禁野决定的出台 各地立法禁野的进程 也在不断的加快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表示说 目前已经有广东 深圳 珠海 天津 青海 甘肃 重庆 江西 湖南 山西等12个省市已经出台 或者修改了地方性法规 全面的禁止食用野生动物 北京广西正在修法征求意见 各地明确了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范围 包括人工繁育 人工饲养在内的陆生野生动物 被全面进食 部分地区也将列入保护名路的水生野生动物 纳入了禁食的范围 针对非法食用等行为 不同地区按照动物价值倍数和罚款金额两种方式论法 部分地区增加了信用惩罚的措施 全面进野之后 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产业何去何从也备受关注 广东 山西等省份将非食用目录 人工繁殖等管理写入了法规 这也意味着这些省份不会全面的禁止野生动物人工的繁育 部分人工繁育的陆生野生动物将可以用于科研药用等等 各地关于禁食野生动物的法规当中 均不同程度的规定了非法食用 以及非法生产经营交易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 等一些相关的行为的法律责任 处罚的标准方面 主要分为按照动物的价值的倍数论法和直接规定 具体的罚款金额两种方式 针对食野位者最高处罚动物货值30倍的罚款 对组织者要求从众的处罚 也因此被称为最严的禁业令 其中广东规定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 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两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 深圳和珠海规定处价值或者货值金额5倍以上30倍以下的罚款 山西青海江西等地则直接规定了罚款的金额 例如山西规定食用陆生野生动物价值不足1万元的 除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青海针对非法食用除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江西除5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两种处罚标准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的主任杨昭霞指出 按野生动物价值的备数论法比较真实的客观 针对已经售出的动物及其制品 惩罚会比较的有力度 但如果交易尚未发生 或者针对一些禁止交易 或者没有市场定价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比如象牙等等 就会出现罚款的数额的难以确定 或者是针对不同违法行为的罚款的差异 直接规定罚款金额比较具有可操作性 但是一般罚款金额会有最低罚款额 以及最高罚款额的区间的差异 如果没有行政的处罚的量财标准的话 容易造成自由财量权的滥用 也可能对行政违法者处罚过度 他认为制定处罚标准应当因地置疑 从各地的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情况出发 比如广东作为野生动物市场比较繁荣的地区 价格容易裁定 可以适用动物价值的倍数来进行处罚 但是对于相对落后的地区 野生动物没有办法定价 更适合直接规定惩罚的金额 另外 各地行政执法的能力等等 也是制定相关的处罚标准的参考的因素 中国汽车销量三月的时候提升超过了140万辆 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信息表示说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4月10号的发表数据就显示说 三月份的中国汽车的产销量较上个月的时候都有显著的提升 汽车的产销降幅均收窄 汽车产销降幅均有收窄 乘用车的产销降幅依然较大 商用车的产销降幅收窄较为明显 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显示 三月份的时候中国汽车产销均超过了140万辆 分别达到了142.2万辆和143万辆 环比增长了4倍和3.6倍 同比下降了44.5%和43.3% 降幅比二月份的时候明显收窄 新能源汽车的产销表现也明显的好于上个月 产销分别完成了5万辆以及5.3万辆 环比增长了3.8倍和3倍 同比下降了56.9%和53.3% 中汽协的副总工程师徐海东就表示说 随着行业内的企业有序的复工复产的进度加快 三月当月汽车的产销量明显的回升 但同比依然呈现了较快的下降 这一次的特殊情况带来的影响依然将持续 徐海东表示说 三月份的时候企业生产经营逐渐的恢复 生产端企业复工复产的情况明显的好转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掌握的23家企业集团 最新的复工复产的调查的情况统计 整车生产基地全面的复工 员工返港率达到了86% 复产的情况达到了去年平均水平的75% 而在消费端方面 由于这次特殊的情况还没有结束 因此仍然有部分市场的需求被抑制 但三月份的企业的销售情况 已经明显的好于二月份 随着中国国家有关政策的逐步的落实 以及各地政府接连出台了促进汽车消费的政策 汽车市场将加快的恢复 另外他也分析表示说 当前主要的矛盾体现在中国国内汽车消费市场的需求 期待恢复以及提振 这一次的特殊情况 对中国国内的运输业餐饮业 旅游业零售业制造业等多个行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严重影响了从业人员的收入 导致了汽车消费能力的损失 而另外一个方面 中国万象型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出口下降也非常的明显 前两个月的时候 以美元来计算的话 中国机电产品出口1720.56亿美元 下降了16.2% 同期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方面 服装出口 纺织出口 塑料制品出口 家具出口等均出现了两成左右的一个降幅 虽然全球情况的进一步的加剧 外向型的出口企业又面临着三个月到半年的一个停工 员工的收入下降也将影响汽车的消费 与此同时 海外汽车消费市场也受到了这一次的影响 中国品牌的汽车以及零部件出口受阻 从全球来看 多家的国际预测机构均大幅的降调了2020年全球汽车市场的销量 但是欧美汽车的制造商协会已经提出 应该为刺激汽车行业复苏做一些准备工作 另外徐海东也表示 未来拉动汽车消费 目前相关部门以及中国的20个省份已经出台了各有的侧重的扶持策略 这些专门针对汽车消费出台的政策会带来诸多的利好 但具体效果短期内还不好判定 要结合市场的环境来看 总体来看 政策非常重要 但是汽车消费不完全靠政策拉动 还和宏观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 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收入的情况 如果他们收入能够稳定增加的话 就有助于支撑汽车市长的发展 张子怡范冰冰奇发生 要求要严办中兴的前董事 来自香港媒体香港经济日报的报道就表示说 中国内地的著名律师鲍宇明 因为涉嫌信心未成年的杨女 昨天已经辞去了中兴通讯 独立董事等一些事物之后 他坚称不会处罚 并且否认了养妇女的关系 受害女子则表示不认同 并且只报某连一句对不起都不曾说过 这一宗的案件也掀起了中国内地女星的关注 张子怡 周迅 姚晨等纷纷的在微博声援受害者 中国内地人媒体8号起就报道说有山东烟台的上市公司的高层涉嫌性轻养女四年 受害女子自述表示说约从2016年刚满14岁开始就被养妇长息的性轻 养妇还为他洗脑 让他难以辨别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该如何去解读以及处理 无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是很痛苦的 中国内地人媒体其后揭露说这名高层就是鲍与鸣 而他在传出了性丑闻之后 被解除或请辞中国上市公司杰瑞石油服务集团副总裁 中兴通讯独立非执行董事 西南政法大学兼职研究员等一些职务 山东省烟台市的公安局支服分局的官方微博9号的时候 发布了案情的通报 直早在去年4月8号的时候 一名女子前来报案表示说 三年多以来被暴性的养妇多次的信心 警方第二天立案 并且伤请了检察机关提前介入 报道表示说经侦查综合各种证据 认为暴性男子不构成犯罪 最于18天之后的26号决定撤销此案 并且通知当事人 此后根据当事人及其律师提供的一些新的线索 警方于去年的10月9号决定再一次的立案 目前侦查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 但是民众不满警方撤案等些处理 舆论发酵之后 山东省烟台公安11号凌晨的时候发布了通知 表示已经就此案组成了工作专班 并且伤请烟台市的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 对于前期制服公安局侦办的案件的事实 以及公众关注的相关的问题 正在进行全面的调查 而调查结果将及时的公开 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事件也受到了中国大陆多位女明星的关注 女明星张子怡发微博写道 知道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 性侵未成年的事件吗 一次次被曝光又一次次的销声匿迹 没有惩罚 只见保护伞 警察叔叔们的心不痛吗 酒杯落面的范冰冰也发帖表示说 太心痛了 请帮助这个孩子惩治恶魔 请公正的处理 还孩子一个干净的世界 姚晨也连罚多条微博写道 咨询了法律人士 这位养父深案法律 擅长自我保护 懂得如何规避刑法的规定 很有可能最终对其定罪都存在困难 可怜那个女孩连被性侵 竟是通过查百度才知道的 自由不能成为放纵私欲的借口 也不能成为强者剥削弱者的说辞 否则人与兽就没有区别了 歌手韩红则说 暴雨明示吧 你等着吧 我是韩红 你记着 周勋也表示说 盼真相大白 爱护每一个他 中国琵琶大师刘德海辞世 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信息表示说 根据中国的金报网的报道 中国著名的资深琵琶演奏家 教育家 作曲家 刘德海 11号下午的时候 在北京市市享年83岁 刘德海在1975年 首演改编了古曲十面埋伏 让整个华人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语也在1989年 荣获了中国首届的金唱片奖 刘德海的祖籍是河北的苍州 1937年出生于上海 从中学开始学习二胡笛子等一些乐器 后来参加上海广播电台的业余民乐队 在1975年考入中央乐学院专攻琵琶 毕业之后留校任教 1970年担任中央乐团的琵琶演奏员 他也曾与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 西柏林交响乐团合作演出 推动琵琶艺术走向国际音乐舞台 刘德海的代表作品包括了 《石面埋伏》《阳春白雪》《狼牙山舞壮士》《草原小姐妹》等等 2007年 刘德海获得了中国国家教育部授予的第三届高等学校教师名师奖 如何才能参与大家地址台全新举办的宅家乐活动呢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您可以制作展示宅居精彩生活的各类视频 比如厨艺健身歌唱影评都是可以的 不论您是刚刚学会用手机自拍的初学者 还是视频制作高手都欢迎哦 嗯狗狗出现也欢迎哦 第二步呢就是上传您的作品给地球这端或者那端的我们 让我们节目组收到您的精彩作品 我们推荐您采取云端共享的方式把节目交给我们 当然您也可以用电邮附件寄送 或者是把节目上传至个人油管并且分享链接给我们 发送到屏幕上您所看的电邮地址就可以了 确认您的节目符合标准之后 您就可以与全球网友一起分享您的宅家精彩生活了 嗯还有狗狗 然后呢我们会依据网友的观看和点赞次数 评选每周每月每季 还有总冠军的top榜单哦 有问题别迟疑 上传节目接收邮箱 同时也做答疑使用 记得油管搜索并且订阅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我们一起宅家乐 stay home with me 我们一起宅家乐